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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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多亏李宗主和其他势力周旋 稳定局势 再加上舞者以实力为尊 韩副宗主退位让贤也是情理之重 不过 李宗主近期在闭关 宗内事宜皆交由薛副宗主和韩副宗主共同打理 薛副宗主 嗯 他是李宗主的亲传弟子 修为和韩副宗主一样 都是六次神念 除他们之外 内部人员如何分布 各部长老为四念神君 一百零八位真传弟子为三念真神 七至九成天神均为内门弟子 而四至六成则为外门弟子 这么说来 活入宗后 需从外门弟子做起 嗯 宗内可有提高修炼速度的宝地 有 朕渊剑塔 尤其是第四层 能最大程度提升修炼速度 不过 那里的修炼室 只有一间属于外门弟子 想进去 必须拿下第一名 修炼仪式 急不得 脚踏实地才是这么大 谢师姐提点 对了 朕渊剑宗和血神宗的关系怎么样 不怎么样 偶尔做做表面功夫 你和他们有瓜葛 欧龙岩和血修 因微不足道的小事 屡自享置我于死地 后来呢 我为了自保 无奈将他们击杀 算是和血以真神 结下了生死之手 什么 肖师姐 血以真神若来药神 宗主会不会把我交出去 当然不会 但你应该早点告诉我 万一他抢在你入宗前结杀 我们绝不是对手 天之城有传颂阵 从那里走更快 跟我来 千昆剑宗离开后 可有人动过这里 呃 没有 就记录看 他传颂的方位 应该是镇剑宇 看来 他想投靠镇剑宗 本座偏不让他如愿 还有半日 就能抵达天池城 有真神强者靠近 寒一师兄 他是二孽真神 薛寒一 在真传弟子里 排名三十八 傻气 谢师兄 哼 他是谁 在下两难 见过薛师兄 莫不是新晋的万能弟子 啊 我听天池府主说 你在追云中浪 结果如何 哼 死贼奸怀 居然隐藏凶伪 又我上当 还下了何欢伞 好在吕师弟 出手相似 你师妹不轨 该死 师兄误会了 吕师弟 只是用术法 助我冷却心火 并未不轨 之后 我自行化解了体内毒素 世上还有这种术法 你一个外门弟子 如何学到 吕师弟来自剑狱大陆 受祖师指点 即将前往剑宗 具体经过 天煞诸神 虽是本宗秘境 但学过的人太对 若有人违背宗规 传授于他 也不无可 我有祖师所赠幸运 但只能给立宗主和韩副宗主看 是真是假 等回到宗门 宗主一看便知 血液真神 他怎么来了 薛师兄 倘若血液真神 在咱们的地盘撒眼 你不会坐视不管吧 哼 有我在 岂容他人猖狂 吕师弟 你可以放心了 什么意思 他俩有虫 我为了自保 杀了血熊 开什么玩笑 你一个五虫天险 怎么可能杀得了血熊 切住万里而已 也是无奈之举 我多次告诫 可惜他根本听不进去 你 现在解释再多也没用 薛师兄 你是我们当中唯一的真传 你要是不管 先前错过大好机会 这次正好表现一下 罢了 我替你们挡住他 但事情是莫 后续必须全数相告 那接下来 就等师兄大展示威了 多谢师兄元首 有您在 血仪真神定掀不起风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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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依真神 我与这司有不共戴天之仇 还今给个面子 把它交我处置 如果 我不交呢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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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神王还活着 不管他是谁 杀我儿就得偿命 血熊欲取我信吗 我自保还击有什么错 说当时死的人是我 你可愿用血熊偿命 笑话 你什么身份也配跟我儿比 像你这种没背景的伞修 死一百个都抵不顾我儿一条命 薛寒一 你我都是二孽真神 真动手 你未必挡得住 大可一试 敬酒不识吃罚酒 我写大法 搬门弄斧 我写神刀 我写神刀 又写神刀 这四十七七八 irm娘 若修成 她定会与命于此 谢学师兄仗义相助 敢问师兄 刚才所用剑术 外门弟子也能学骂 自然不能 只有成为真传弟子才可修炼 此事已毕 回踪吧 想学木翼分光剑不难 等你突破七重 我传你即可 不是说只有真神龙龄吗 那是一般人 你修习了两仪剑阵 早非常人能比 丽宗主 韩副宗主 大致经过就是如此 信物何在 真的是真渊神剑 看来你所愿非须的确是世尊的后人 一万多年了 世尊终于有消息了 这是天大的喜讯 对了 吕小勇可否详细告知 你和世尊相遇的过程 哼 事情是这样的 其实我并不知道 后来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原来是为了守护飞灵神王 世尊当真用尽至深 关于世尊暂时无法回天界这件事 绝不能外传 是 岳阳 世尊可有话托你传达 没有 那你就从外门弟子做起吧 封闭 你负责安顿 嗯 没别的事 就退下吧 嗯 师兄 岳阳有师尊亲赠的性命 让他做个普通弟子 会不会 若师尊有意 让我们亲自教导于他 必会留话 既然没有 就无需特殊对待 况且 想在天界立足 一味靠外力帮臣 可不是好事 我看得出来 他是天赋绝佳之人 只要肯努力 将来必有一番作为 对了 我最近听说 薛家子弟在外门行事愈发霸道 引起不少怨言 外门有万朝管辖 他那些族人仗势而为 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 既然师弟提了 我自会告诫一番 他能听进去才行 我真怕有一天 他们薛家里会坏了 剑宗的好名声 师弟多虑了 剑宗的核心是内门弟子 有你作证 不会有事 我要继续突破神亡 先走了 外门弟子众多 分为三十六堂 哦 禀子堂的堂主 名叫叶飞羽 呦 什么风把萧师妹吹这儿来了 我来给叶师兄送宝啊 宝 宝 他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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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衣 寒衣师兄 你怎么来了 外门新来了一个弟子 我很不喜欢 你找人教训一下 他哪里得罪了师兄 这你不用管 他的名字叫吕阳 在炳子堂九十五月 那孝训到什么程度 不用打多狠 但一定要羞辱他 狠狠地羞辱 明白 我这就去办 真没想到 吕师弟竟是祖师后裔 将来必成大器啊 到时候 咱们炳子堂也能跟着沾光 叶师兄说笑吧 不知我所住的地方是何情况 加上你九十五院共九人 院主是一号房的削落 有什么事可向他反映 听肖师姐说 外门弟子能根据排名去建塔修炼 你刚入门就想去那修炼 外门前一百名可直接去践踏二层 您目前只能登记排号到首层修炼 那排名要如何争取 直接向别人发起挑战吗 是一个办法 但如果差距过大 人家未必会硬 你要是着急 就从差距小的弟子入手 谢师兄提点 那 进去吧 西门町 你去 你去 嗯 新来的 出来 好 什么事 呵呵 受寒衣师兄所托 给你点儿教训 吕阳 你做什么 你就是薛洛 正是本神 之前他打我的时候你怎么不阻止 现在才出声 你们是一伙的吧 我跟薛海一无冤无仇 他为何让你们教训我 我怎么知道 不过 能被真神关注 是你的荣幸 你只有一个选择 乖乖领罚 往后 大家还能和睦相处 否则 难不成 你还想残杀同门 嗯 沉不气 按住他 长嘴 嗯 如此咄咄逼人 真的我好欺负吗 啊 你放开我 咱尽放人 哼 赎你所愿 啊 啊 本神乃薛家子弟 你敢对我不敬 找死吗 薛家子弟又如何 我还是祖师后人哪 也没像你这般猖狂 哼 祖师后人 自会从外门做起 该不会 踢到铁板吧 嗯 嗯 祖师后人 自会从外门做起 胡乱攀青 最佳一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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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重看不重要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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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洛 你确定是吕阳先动的手 当然 撒谎 是 是我们先动的手 闭嘴 就算薛洛他们挑衅在先 吕阳出手未免中了些 必须严惩 薛南执事严重了 弟子们相互挑战 受点伤在所难免 何来严惩之说 若为恶意争斗 先动手之人应受什么惩罚 你比我更清楚 既然如此 我薛家其他弟子向吕阳挑战 也属情理之中 薛盈 薛盈师姐 在冰子堂实力排名第五 有他出手 吕阳毫无胜算 敢接受我的挑战吗 你刚入门 三年内有权拒绝任何老弟子的挑战 我正愁第一个挑战的人选 你就送上门了 我接受 你瞧瞧 口气不小呀 薛盈实力远超薛落 莫冲动 无妨 唯有把握 但愿你的实力 配得上这份狂妄 天神一怒 多亏了心目前辈叫的 这一招我也会 天神一怒 他才入门 怎么会天神诛煞剑法 借神剑之力抢占优势 算什么本事 武器本就是实力的一部分 您输不起可以不打 再来 简荡斜杀 简荡斜杀 你败了 此战 吕阳胜 从今日起 吕阳为炳子堂第五名 在整个外门排名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七而已 跟外门第一的薛盈师兄比 简直天壤之别 他越级击败薛盈师姐 等突破到六冲 说不定真能战胜薛荡师兄 瞎说什么 不用这么麻烦 我现在便能挑战薛荡 拿下外门第一 就凭你 既然你这么好战 外门第二天才薛静 倒是可以奉陪 他什么排名 十九 明日午时与外门广场一战 你敢接吗 虽然排名低了点 但错会能接受 你 你且嚣张吧 明天便会知晓 谁才是真正的强者 都散了吧 我们回去吧 等等 我们一起 散了散了 难怪萧师妹会说 送了个宝给我 你果然令人惊喜呀 不过薛静的事 你硬得太快 他的实力接近七仇 恐怕 叶师兄过滤了 即便是外门第一 我也能赢 好吧 我们拭目以待 薛寒一 虽然不明白 哪里得罪了你 但若能因此 尽快拿下外门第一 倒要好感谢你 他就是吕阳 看着好年轻啊 听说才一百多岁 小道小姐 他之前是散修 貌似是组织的后人 怪不得敢跟薛家叫板 原来有靠山啊 小声点 甲子堂的堂主 还有堂内第一的 好笑师兄也来了 站在最前的是薛宝衣 他身后穿黑衣的是薛静 旁边是好笑 万一薛静败阵 就看你了 明白 擂台上刀剑无眼 生死犹天 你若害怕 跪下来求我 我就饶你不死 切磋而已 何必这么重的力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哪个山里的 大魔头呢 放心 我的目标是薛道 不会浪费你太多时间 有我在 你连见他的资格都没有 天神之怒 你也尝尝 我的天神之怒 好笑 好笑 隐着 你怎么手 小 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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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是我轻敌了 你的剑术造诣 确实出乎意料 我不介意 你现在就认输 休想 剑荡协射 可恶 我不会输 一剑朱杀 你输了 薛靖师弟 你去休息吧 剩下的交给我 我不会输 天下诛神 不见棺材不落 自讨苦吃 走下来也不至于如此丢了 天下诛神乃本宗秘迹 我哪知 多说无意 去吧 恭喜丙级堂弟子 吕阳击败薛靖 排名 近身至外门十九 吕阳师兄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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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排名不错 不论一封陪 出招吧 接下来 你将剑是真正的天煞诸神 居然是仙煞 那是什么 一种强行提升实力 但会断送剑道之路的炼法 跳梁小丑 看你能躲到哪里去 天地乾坤 此战吕阳盛 排名晋升至万门第七 多早年了 咱们比起来 终于有人进前十了 是啊 晋升如此之快 不如长盛追击 明日五时 我要在这里挑战薛大 还望薛堂主 代为传达 我们走 为了去践踏四层 你也太平了 那个薛堂可不好对付 十多年前 他曾去内门 一天连败十二名七重天神 看来是个不错的对手 总是明天一战不必强求 多谢提醒 不过我一定能赢 想不到短短几天你就成为外门第七 现在还要挑战薛档 师姐既然来了 安心看西边呢 有自信是好事 但薛档并非常人 莫要清理 嗯 我明白 薛档师兄来了 来 天神之怒 天地乾坤 剑荡卸上 一剑住上 面对削荡 吕阳只会输得很惨 话别说太早 当心闪了舌头 若没别的手段 这对决才落幕呢 底牌自然有 只是不知 师祖亲手的秘技 你接得住吗 尽管你是 天下诸神 诸神夺灵 怎么可能 雪大居然输了 在下 输得心服口服 外门第一的位置 被吕阳师兄莫属 倒是个值得结交的 薛家人 从今天起 吕阳便是新的 外门第一 另外按照宗规 从现在开始 冰子堂 竟升为外门第一堂 刚入门 就敢拿薛家子弟当殿教师 往后若成长起来 那还了得 你最好一辈子别出宗门 否则 吕阳师弟 你今天的表现 真令人刮目相看 我现在才明白 咱们之前的担心 都是多余的 不过 除薛道外 其他薛家子弟 都特别记仇 以后要当心 难不成 他们还想 公然残害同门 在宗内自然不会 一旦出去 就说不准了 总之 如果外出 先去内门找我 好 对了 我是不是 能马上去剑塔修炼 当然 剑塔在内门 我带你去 如果神源石不够 萧甲 可以资助你到突破真神 叶家也愿意提供 两位太客气了 我暂时不缺 要不是你 炳子堂根本当不上第一堂 理应帮衬 我们出发吧 估计过不了多久 这小子就能挤进内门 比不了 比不了啊 大师姐 大师姐 要去剑塔四层修炼 原来 你就是鼎鼎大名的吕阳 不如让姐姐我 带你进去吧 不劳费心 剑塔一层 近千个修炼室 越往上数量越少 很惊讶吧 我刚来的时候 也是这副模样 他叫薛凤琴 是八重天神 见过薛凤琴师姐 喊得真见外 你我有缘 叫我凤琴师姐就好 我和你萧师姐 可是见宗双凤子 都是自己人 谁跟你自己的 我们走 我要去第三层 可没跟着你们 那你们先请 如果无聊 可以来十三号学练室找我 他对所有人 都这么热情吗 不 只对看重的人 可我们色不相识啊 你击败了薛凤 是立宗以来 最强的外门第一 他八重觉得你有神王之姿 才如此热情 四层只有十一个修炼室 通常内门第一在一号 外门第一在十一号 你若突破七重 将自动升级为内门弟子 到时候便不能继续待在这里 需要去内门报道 重新排名 那我等突破七重再出来 恐怕不行 啊 为什么 距离下一次天荒秘境开启 不足五十年 啊 届时 三殿失踪的天才弟子 都要进去探保 以你我的排名 便会被选中 天荒秘境是难得的宝殿 虽然很诱人 但不沉真神 崴出风险太大 我可以不去吗 你现在是外门第一 想不去都不行 开门吧 这些都是后话 当下专心修炼 才是正事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哼 沈汗 等我拥有真神势力 就去天剑界找你 离阳师兄 十年前便突破之六重 看样子距离七重不远也 不过天荒秘境即将开启 他没多少时间继续待在这 听说天极界的大耕神朝又派人来 已经拜访完其他势力 很快就到我们了 每次都这样 为了给他们云名额 我们能去秘境的人越来越少 少说两句吧 人到门口了 走 去瞧瞧 好日神尊 多宁不见神采依旧啊 非仙神尊 你倒是长进不少 好日神尊说笑了 我等愚笨之辈 自然比不过贵朝天交 若震渊神王还在 齐天神王定会亲自前来 可惜 我等愚笨之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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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入内一叙 不用了 我等前来不许就 只切磋 三殿九宗的后备天交 我们已经见识过 今天改你们了 秘境开启在即 现在切磋 分明是想打探我们的底细 贵朝又如此雅兴 我等自当奉陪 只是不知诸位之前战况如何 平庸之辈 没一个入得了眼 连他们都不是贵朝对手 那我剑宗弟子就不必比了 脸得献丑 切磋都不敢 取天荒秘境 纯属浪费名额 直接当缩头乌龟不好吗 你这后辈好胜无力 埋心耗日神尊 管教管教 他是齐天神王的儿子 轮不到我来管教 更何况 他虽言语轻狂 但也不无道理 畏首畏畏 有为神者作风 飞仙兄 你说呢 怎么比 三轮比试 从七重天神到九重天神 每个境界 各派一人手类 不限挑战次数 直到再无挑战者 计算本轮结束 并以最后一场的结果定胜负 神朝七重天神的比试 由我代表出战 使成召集所有内门弟子 去内门广场 是 本次切磋的规则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这位六重天神 是大耕神朝的天之骄子 少官卿 将代表七重天神出战 六重天神代表七重天神 所有到达七重的弟子 有自信者 皆能上台一战 怎么 你们阵渊剑宗 都是孬种吗 连一个六重天神 都不敢挑战 小道如 愿与你一战 小师兄 在七重弟子中排名前十 对付他绰绰有余 勇气可加 但 太弱了 天上诸神 废力 小师兄 你没事吧 亲手温许 亲手温暴 亲手温度 你们 你 要 小师兄 你们 你们 小师兄 你们没事吧 七重天神赵山河 请赐教 名字挺霸气 可惜 人不行 狂妄 给我破 总算有点东西了 不过 依旧要输 赵师弟 这是什么功法 为何如此怪异 竟然炼成了大破灭玄金剑气 赶来大耕神朝将来又要出一位神王了 上官卿不但有神王之字 还是天生的玄金剑体 成为神王使拿久稳 难怪有此神体七点比普通人高出数倍不止 不等千辛万苦达到的高度 他却触手可及 还有谁想上台一战 立翘翘请赐教 翘翘师姐是七重最强 有他数码肯定能赢 小美人 这里不适合你 我不会手下留情啊 废话少说 还够了吗 是男人 就正面一战 你敢伤我 死吧 住手 住手 堂堂镇渊剑宗 全连个能打的都没有 不敢上来 就派代表认输 免得浪费时间 肥仙秀 是时候宣布结果了 等等 还有一人 能与上官清一较高下 何人 外门第一 吕阳 据我所知 剑宗外门的最高修为 只有六重 他来不过是躺臂当车 此言诧异 吕阳在五重时 就月吉击败了六重天神薛荡 不错 在那之前 薛荡便有一天连拜 十几位七重天神的记录 快 不速通知吕阳 来内门广场 是 本少道要看看 这个蝼蚁有什么不同 情况便是如此 你一切小心 臣 不喜 未成高阶天神便能修成玄经剑 此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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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尽快你学会了一元分神术 否则毫无优势 听他们说你很强 一半而已 不过对付你 足够 放肆 天地乾坤 哼 哼 看你能多计时 诸神躲鱼 啊 合击 箭剑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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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确实不弱 但想败我 还差得远 哼 许正生事 同镜中能逼我出剑的人 你是头一个 两柄真神剑 你怎么回事 啊 啊 嗯 我是神王之子 你怎敢 说不起 几百岁的天神了 还要挣老爹的事 也不怕人笑掉大牙 你 上官清 回来 这一轮 神朝认输 卑仙雄 能培养出如此天资绝世的弟子 想必接下来的比试会更精彩 上官侠 八重天神薛凤琴 愿与你一战 看招 天下诛谁 小尊光剑 赤练神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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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招 薛凤卿师姐是八重最强 其他人估计也没信 下一个 这一轮简宗认输 接下来是九重天神之间的比试 叶儿 你去 剑吃 等我千万别留手 此人不简单 莫要强撑 我明白 九重天神 相凤碧 请自教 天上 诸神 你 输了 你 输了 输了 这就是内门第一的实力 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还有人要打吗 这一轮简宗认输 切磋嘛 有输有赢很正常 不过 单纯问输赢也没意思 好日神尊 此话何意 恰 不能白打 总得有点采头吧 切磋前 你可没听采头一事 现在才说 未免趁火打劫了吧 非先兄 何须动怒呢 这样吧 我神朝也是通勤达理之辈 你们输了两场 只需让出一个秘境名额 怎么样 名额早就分配好了 你大根神朝有六十个 比我们多三倍 还不够吗 不错好 公然破坏规矩 可有问过其他三殿九宗 他们自己都输了三个名额 岂会管你们 再得寸进尺 就不好收场啊 哼 到底是谁在得寸进尺 脸皮真厚 好 给你一个名额 还有别的事吗 如果有 最好一次性说清楚 我们走 哼 神朝行事 越发欺人太甚 来探底细也就算了 该抢名额 简直嚣张至极 谁让他们 是无极界的顶尖势力呢 只有足够强大 才能掌握话语权 咱且忍耐吧 吕阳 你过来 来 宗主 副宗主 你是剑宗立宗以来 唯一具备神王潜力的弟子 本座对你寄予厚望 弟子定当勤修苦练 若将来陈就神王 必会忽悠剑宗 很好 另外 你那合计剑 既颇为精妙 能否将其授予宗门 当然 诸身夺灵 是祖师所受 自然 也算剑宗的剑机 本宗主 代表整个剑宗 感激不尽 这位是战部首座萧占天 剩下四位是战部的长老 见过萧首座 见过四位长老 人到齐了 出发吧 这里就是秘境 非也是秘境边缘 接下来的路不能传送 此为飞行神器 神行剑舟 一日可行数万里 十天内定能抵达目的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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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是 每年 都 是 我知道了 燕雪 他就是吕羊 这位是飞雪神宗内门第一的姬燕雪 上界天交榜 排名十五 幸会 听说 你打败了上官卿 侥幸而已 上官卿有玄晶剑体 单靠侥幸可赢不了 燕雪 我还有事 失陪了 萧师姐 那两位是 岳神宗的如烟神尊 以及内门第一 岳宇柔 哦 她和燕雪世界比谁更强 宇柔在天交榜排十三 比燕雪高一些 哦 哦 李洋 啊 短短一百多年 她就成了六重天神 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她是 她是我在帝院的好朋友 小牟仙紫月 我宗内门第一 萧凤碧萧师姐 这么快就突破四床 看来你在炎黄殿过得不错 固有重逢 实属难得 凤碧 借一步说话 好 燕岚姐姐很照顾我 你呢 过得怎么样 啊 说来话长 哦 他们也来了 哼 一群手下败将 各位神尊 动手吧 各位神尊 动手吧 吃 你们想做什么 吕阳 别躲在女人身后 有本事出来 一决生死 怎么 上次输给我还不够 想再输一丝吗 笑话 有他们几个在 我不可能输 上官晴 你这么做 也太不把我天荒界 放在眼里了 不错 这里不是天际界 要武扬威也得挑地 想动剑踪 先问问我们答不答应 哼 呵呵呵 动了又如何 天荒界都快成废窝了 我是为你们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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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 你们以切磋为名抢名额 大家都忍了 如今竟想迫害剑宗弟子 我炎荒殿 第一个不答应 不错 我神刀宗也不会做事不管 天高沈宗与沈刀宗共进退 咱们走着瞧 想必他们短时间内不会乱来 若有变故 可向我们求助 多谢 上官清牙子必报 李瑶 你要当心 他们底牌多 千万别硬碰 血液真实的问题还没解决 有多个上官清 当真麻烦 我们还有半个月时间 好 先去找辅助炼体的金元谷 秘境只开启半个月 也不是 半个月后 金光沙漠会出现 淹没整个秘境空间 据传 沙漠中的金灵兽由玄金幻化 对修炼剑体和炼制神兵都有很大帮助 玄金化兽 像是金魁神王的手柄 金魁神王是谁 一个擅长傀儡术和炼金术的能人 若真是他 事情就好办多了 我有克制他的控金术 正好传给你 嗯 此术果然玄妙 有了他 你就能随意掌控所有金术 好好领悟吧 嗯 师弟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我们出发吧 金元果结果后 一千年为清 两千年为银 三千年为金 这些果实还不成熟 不熟的金元果没什么用 看来只能分头行事了 如果分开 上官卿便会伺机刁难吕阳师弟 我们和上官卿方向相反 他哪里有空跑这么远找吕阳 嗯 神朝的目的是寻宝 就算分精力对付我 也不会是现在 有道理 毕竟刚才失败过一次 嗯 萧师姐 无需太多顾虑 找金元果要紧 好吧 大家分散寻找 别离太远 若遇困境 记得放求这信号 那我们就比比 半个月后 谁摘的果子多 萧师姐留下神念意见 是为了吸食援手 而你又是为了什么 这么巧 一夜不见 吕队阳师弟越发威猛了 是巧合还是故意 师姐心里清楚 明知我要来还如此镇定 吕队阳师弟 该不会对姐姐有意思吧 放心 我这八门锁神阵 牢得很 保证不让你的血 建议 建议 说我所调不差 是宣寒一让你来杀我的吗 得罪了寒一师兄 你只剩死命一条 你怎么确定 死人不是你 我堂堂八重 再不见 也不会败于六重之手 我不想妄动杀罗 现在收手 还来得及 难不成 他有必胜手段 晚不成任务 韩一师兄答应我的东西 就泡汤了 你不想封光剑 利昂齐心奖 利昂师弟让命 我已是昏了头 才会对你不敬 别杀我 让我做什么都成 只要你答应 回宗只剩薛寒一 我就放过你 我答应 我 死吧 回宗只剩薛寒一 我就放过你 我答应 我 去死吧 幸亏学了碰金术 不然 真就饶了他的道 五个引力正好在走 免得平添麻烦 这片区域没有成熟的果实了 去别的地方看看 大家都是老朋友 别急着跑啊 绿羊 入手 你怎么一个人走 多危险啊 请非得已 李昂现在跟炎荒殿毫无关系 你还要护着他 我家先祖曾受镇渊神王恩惠 他的后人 我必须救 若我非要拿下他呢 你大可离世 他的势力比之间强了很多 去 去 二十年后 天骄榜再一蹶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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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兰姐姐果然厉害 这么快就击退了天骄榜十九 为了他 连你都学会拍马屁了 多谢燕兰先子二次相助 举手之劳 举师弟 发生何事 刚才遇到高原 发生了点摩擦 好在燕兰先子出手 化解危机 我们赶着跟其他人会合 先告辞了 那位紫月姑娘 似乎对你有情 不会吧 师姐定是看错了 同为女人 我岂会看错 既然碰上了 接下来就不要单独行动 等人聚齐 再商量如何抓捕金灵兽 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怎么还会见到薛凤晴 到现在都不出来 看来薛凤晴凶多极少 大家跟我走 去风之漩涡 是金灵兽 不见了 在那边 会不会判断以为 不会 抓住他 小师姐 你来保管 哥 现在怎么办 抢 风天血手 公之奇派人之院 出神独灵 以心而用 谁给你的勇气 你不是我的对手 退下吧 出神独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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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萧凤碧 李木金吾没你们的份 十项的快离开 屋主之物 大家各凭本事 胡扯 我们东二宗联手 李木金吾迟早是囊中物 我们休想横插一个 少废话 谁先抓到就是谁的 来住他们 是 哼 哼 尼呀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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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神夺灵 兽妃他们倒了 我们早得手了 无法 还有机会 他逃不远 大家一会儿兵分两路 听我指挥 以木玄晶 能助你修成木以分光剑 足以斩杀一灭真神 一定要得到 明白 小心 岳阳师弟 伤得住吗 没事 想要 自己来拿呀 岳阳 突然发现你有点作用 不如来帮本少抓金灵兽吧 只要把本少哄开心了 饶你一命也不是不可以 在这杀岳阳 相当于挑衅整个天荒剑 你最好想清楚 我们走 我们走 从有一天 本少要用你的命 一血前驰 唯有紫光金龙 暂时没被任何事理追到 救他了 优徒 悠悠 剑宗也来了 它们追它们的 我们追我们的 静观其变 为了 会 她 好 一 要不要抢一把 没必要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那个吕阳不简单 尽量少与他发生冲突 好在蝎二宗没有阻挠 不然定要多费一半够 师弟 你能感应到其他金灵兽的情况吗 大部分都被收服了 看来秘境即将关闭 去传送点击盒吧 很快就能见到宗主他们了 怎么回事 按贯令 我们都该被传送出去呀 大敌坏 哪里出问题了吧 大敌坏 哪里出来了 来 哪里出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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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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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赵师姐 陆飞绝身边的八重天神是谁 似乎对我很有敌意 暗示血熊的侄孙 听说两人关系极好 这些雕像很可能是机关 大家小心 冲过去 冲过去 看来 他们无法离开限定范围 别掉以轻心 说不定后面有更厉害的机关 现在有两条路 公平起见 我们去右边 你们去左边 好 三把圣品神剑 等等 女妖师弟 你去取剑 其他人颜振已待 封止意外 拦住他们 拿不到吗 就禁止 我再试试 主神独灵 我就不幸 抢不动你 全力攻击脖子 全力攻击脖子 最了解 神棵 全力攻击脖子 封 幸亏你机智 不然 我们不知道要耗到什么时候 是大家的功劳 他们不是普通机关 更像傀儡 若是傀儡 反而麻烦 我们沿路返回 去走中间那条路 是神云乳叶 足有石坛 殿内只有一尊傀儡 可见他不好对付 文君 我俩去试试 用我的真神剑吧 防险一点 用玄金打造的傀儡 世界登心 快 快吹 凤净术 凤净术打他硬腾穴 这尊傀儡堪逼真神 我将之练果 大有异处 我曾六冲 能练化他吗 普通人不行 但你可以 只是需要冒些风险 最多一刻钟 我来帮你降服他 师弟 你在想什么 师姐 我有办法拿到神远如意 但不能有任何人在这 你想独自面对傀儡 那位前辈 曾传我另一个秘籍 由九成把握 好 我信你 不过 凡事莫要成了 保命危险 明白 我们回路口等 你拒惊会神 你拒惊会神 别愣着 快烈火 你们怎么回来了 里面有尊巨型傀儡 实力堪比真神 我们打不过 所以 吕阳呢 他死了吗 瞎说什么 还好着呢 正在设法对付傀儡 这么多人都打不过 他一个顶什么用 不如找些帮手来 此非血神宗信号 你通知了谁 上官卿 血豪 你竟然勾结上官卿 别说那么难听 既然你们解决不了 自然要请更强的人出马 不是吗 嗯 哈哈 有我们在 谁也别想进去 我要忍了 速来支援 血神宗听着 只要你们不插手 事后 本少定会将好处 分你们一半 待这点人 就想越过我们抓吕阳 你哪来的自信 哼 乌合之咒 给我狠狠地打 有 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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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阳再通到山处 再不去 可能就死于傀儡之手了 纵使傀儡再厉害 也休想抢在本少前杀他 你的对手是我 傀儡中有三十五血 分别是金光神形 金光剑弘和金光剑语 现在是炼化的最后关头 他能自动护住 你好好挺握 我要分心 杀死 受过劲 今天就是你的死器 杀 怎么可能 我这算炼化成功了吗 成功了 但出了点小问题 什么问题 你的血激发了他的凶性 他和上官清恐怕要不死不休了 我能阻止他吗 你有伤在身 恐怕不行 那小子做剑自缚 怪不得你 先疗伤吧 救命 快救我 快救我 人志 音乐斩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回去 定要父亲降罪于你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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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他发狂 杀了上官清 已经跑了 你的伤 武安 刚才费了好大劫 才让傀儡忽视我的存在 却不想被上官清换了事 这下完了 没把握青少 大家都得死 东西到手了吗 人死不能复生 与其担心被问责 不如想想 怎么将功不过 奉弼 把刚才的事全部告诉我 也就是说 傀儡为何会发狂 你也不清楚 不错 当时 我被上官清所杀 不得已中断术法 还来不及反应 傀儡就追着上官清杀了出去 哼哼 此事只有你和上官清知道 现在他死了 随你怎么说都行 薛豪 你想公报私仇吗 没有其他人在场 本就疑点重重 不能怪薛豪多想 再说 上官清对吕阳积怨很深 是不争的事实 你到底想说什么 无论是吕阳出于自保 操控傀儡反击 还是傀儡自主为之 提天神王都不会善罢甘休 吕阳不过是六重天神 怎么可能操控真神级傀儡 而且 上官清怎么死的 大家有目共睹 纵然是神王 也不能如此霸道 可笑 你有几条命敢跟神王讲道理 在天界 没有实力就没有公道 他说得没错 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这些都是后话 赶紧渡过考验 传送出去 才是当务之急 眼下 此通道没了阻碍 可以直接去更里面的地方 只会其他人来这条通道集合 是 那 神王 出大事了 嗯 何故如此惊慌 青少的生命时 碎 碎了 什么 究竟是谁敢收我耳 哼 去天皇灭境 是 看来 神王传承就在里面 看来 神王传承就在里面 啊 醒醒 应该就像王传承的 啊 149 hayır 不许多变成了 对不起 老頭 阿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侧 挺不过去会怎样 死 别担心 金陀并非施杀之人 失败者多半会被送出去 但愿图辞 出来了 终于出来了 发生了什么变故 为何现在才出来 是 是这样的 居然有意外传承 也不知金陀神王是何许人也 上官请死了 他怎么能死 确定他死在傀儡手上 而非吕阳 的确被傀儡所杀 至于傀儡受人所控 还是有自主意识 我也不清楚 好日神尊 你如此攀咬我众弟子 意欲何为 是不是攀咬 你们心里清楚 事情未清前 谁敢乱来 修怪本尊不讲情面 剑宗实力虽弱 但也不会任由外人拿捏 好 很好 等齐天神王驾灵 我看你们还能不能如此硬气 实话告诉你们 齐天神王正在真魔殿做客 上官轻的生命是一岁 他定会前来问罪 到时候 谁都别想逃 隐家人灵彩 这就是第二层的考验 大家尽全力上去 我们也走吧 我要分析 运转精光不灭舰体 能轻松许多 竟然似乎有 催炼神体的所有 自作 越往上 催炼强度越大 你要忍住 既然来了 自然要找到最后 我堂堂旧虫天神 就会输给一个六虫小子 优优独播剧场 使元神攻击 大家小心 你的元神足够强大 你要聚精会神 死万必过 优优 那是 无奈金魁神王 二位便是通过考验之人 晚辈旅鸭 晚辈紫月 拜见金魁神王 你们能来 说明这出秘境 即将崩坏 去离大毁灭 不愿意 大毁灭 前辈知道大毁灭 那就证明 您还活着 什么 莫非还有其他神王 被关在别处 大毁灭 使之天界 和地渊的所有生灵 都将彻底消失 你是什么人 为何知道大毁灭 我是被选中 阻止大毁灭的人 强如惊鸿剑弱 都被镇压了这么多年 你一个黄口小儿 又能做什么 留下部分元神在秘境 说明他的近况 比我们好 真的说 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天机玄策 唯我唯尊 尼菩萨过江 自身难保 天机玄策 唯我唯尊 竟然是你 真的是你 青红前辈 你跟他 不会有仇吧 想什么呢 我们虽然交过手 但并无仇怨 既然如此 本座这就将 船长刺利而当 空间代理的预见上 由本座的傀儡树 青葵通元经 好好允有 莫要行恶 你们刚才说的话 我怎么听不懂 但时机成熟 你自会知想 据预检所述 距离秘境崩坏 还有三天 咱们抓紧时间 休息傀儡树 之后 再将塔外的傀儡平分 正合我意 用神员剑收了它 以免被人发现 这么多傀儡 炼化起来 要费一番功夫 咱们分头行动吧 好 你那边怎么样 除了那只 击杀上官亲的傀儡 其他的 都令化成功了 那只傀儡 不见了 习惯 我也没看到它 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不清楚 就连神员乳液也不见了 难不成 那只傀儡成精了 成精不可能 无法轻易露面倒是真 说起来 大耕神朝 若见上官亲之死刁难你 该如何是好 兵来将的 水来土也 你倒是看得开 无论如何 我会说服燕蓝姐姐 站在你这边 多谢 先出去吧 羊 那命来 好日神尊 算什么道理 吕阳 是不是你操控傀儡 杀害上官亲 不是 他偷袭我的战还没算 就死在傀儡手上 只能说 自作孽不可活 空空无凭 谁知道你用了什么 卑鄙手段 你拿什么证明 傀儡和吕阳有关 我可以作证 吕阳那个时候 没有操控傀儡的能力 前两天 我们刚得到 惊魁神王传承 但炼化一只傀儡 就很在时 试问 他没学傀儡术 如何能在短时间内 炼化真神级傀儡 紫月 你当真获得了 神王传承 嗯 之后 我俩平分傀儡 而击杀上官卿的那只 五只所踪 甚至 延期他通道的神渊汝燕也消失了 好日神尊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这 又是 朕不知道 他会怎么说 既然跟我儿有所瓜葛 就该为他陪葬 拜见 齐天神王 嗯 齐天神王 吕阳乃我宗祖师后人 还请您看在 朕渊神王的面子上公正对待 朕渊后人又如何 本王现在杀他 朕渊来得了吗 丽妃仙 你应该明白 把吕阳交给昊日处置 才是上策 剑总没有什么 动气手来毫无神策 动不能连累他们 事情未查清前 吕阳不能交给你 拜见 易阳雄王 此事与炎黄殿无关 您最好别插手 本王曾受朕渊神王恩惠 绝不会见其后人蒙冤而不过 与我而言 杀此之仇 不可能让步 那更应查清原委 不错杀 不漏放 老日搜查吕阳所有物品 看看那只傀儡到底在不在 好东西还挺多 可惜当下做不了手脚 没有发现 沾染青公子血迹的傀儡 神上呢 有没有藏其他东西 你也紧张 以他的修为 洞悉不了神原剑 并无他污 我会找到玄机老人 查出青儿死因 到时候 若真是吕阳作恶在先 杀人在后 我绝不阻拦 反之 也请齐天神王认清事实 不伤无辜 我们走 多谢一阳神王元首 我欠你先祖一个人情 理应回报 不过 上官齐天行事罢了 就算人不是你杀的 也会伺机找找 往后 自求多福 回宗门吧 灵 灵 духов 火 火 人 人 花 人 好像 为什么 我们 你 使 轴 什么 我们 speed 重 席 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吕阳师兄 晋升内门 好好努力 将来你也能进那门 你入我堂才几十年 如今实力进步飞速 连我也不是你的对手了 叶堂主过谦了 不知叶堂主来此是为何事 啊 掌门要进 因此宗门决定让你参加这次天交榜比试 我才刚入那门不久 就破例参加天交榜 恐怕会引起其他弟子不满 这些宗门会出面解决 你是师尊看重的人 如今又获得金葵神王的认可 自然值得宗门重点培养 此事就这么定了 嗯 这是宗门为你安排的新修炼室 希望你能好好修炼 在天交大笔中为宗门争光 哼 八重天神 别敢来此 我记得上次见面时 与阳还只是六重天神 二十年间连续突破两重 陆神尊当年都做不到吧 哼 这是天交榜 上面都是上一届天交的排名 前十的天才 大多都突破至真神 这一次天交榜 轮到我们大展圈角了 二十年清晰 嗯 相信吕阳一会儿也要被淘汰了 杜神尊还是先关心自己人吧 是谁淘汰了你 绿阳 真没想到 刚出从地缘来的家伙 如今居然能 废话少说 出招吧 十凤雷剑第一势 一剑惊雷 怎么可能 之前就很想和李师弟切磋 没想到在这次天骄榜遇到了 师姐有伤在身 正常对决对你不公平 不如 我们使出自己最强的一招 一决胜负 好 诸神夺灵 没想到 师姐也能施展这招 不过 这二十年 我也有所精进 木一分空剑 我认输 最后的对决 你可一定要赢了 要是知道 你能成长至此 当初无论如何 也要拉你入荒火殿 往日都受你照顾了 羽阳不胜感激 请赐交 真神剑术 羽阳一个八重天神 如何掌握得了真神剑术 这我也不知道 恐怕 是来自 金魁神王的传承 单论天府 吕阳值的第一天交 只可惜 天蓝步入九重天神多年 带着修为的差距 靠一个真神剑术 也是于事无补 离火神扬 暗月流星 同时施展两种真神剑术 还不值 恭喜正渊剑宗 拔得头筹 客气了 吕阳 吕阳身怀多种真神剑术 前途无可限量 但沐秀于林封闭摧止 总有一天 恐怕震晕剑宗 也护不了他了 车里就是北人之地 也不知建筑们所说的北人诗 诗诗诗诗诗诗 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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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哥 真的是你吗 这么长时间不见 没想到 你都成了天剑界的第一天教了 我爷入天剑界 就拜入天剑宗 那有很多剑狱大陆飞生的剑神 他们对我很照顾 多亏了他们 我才能来到这里 倒是你 这么些年一个人在天荒界修行 想必吃了不少苦吧 我一切都好 水函 等我过几年成为真神了 就去天剑宗找你 嗯 对了 天剑宗那些前辈 听说你守护剑狱大陆的那些事后 对你十分重视 精雷剑神 还说要亲自去天荒界找你呢 精雷剑神 是终于剑宗飞生的那位前辈吧 天荒界和天剑界是没人了吗 居然能让两个帝约来的人取得第一 哼 我是天舞神宗的五霸天 小子 你是哪门哪派的 九界怎么会出十二个天教榜第一 哼 这你都不知道 天际界有四座天交山 四大神朝各小人做 你话真懂 我 找死 多年不见 五兄性子还是这么冲动 看来是上次输的还不够 袁绍印 我和你的账 来会慢慢算 在下天元界 天元神宗 袁绍印 不知二位如何称 天荒界 镇元剑宗 吕阳 天剑界 天剑宗 洛水寒 这几位 都是在九界赫赫有名的天教 我记得你 看来 这里与吕兄结院之人不少呢 你们可能有所不知 这本元神山 只有整个九界的第一天教 才有资格进入 所以在此之前 我们还需 比个高下 第一轮我们可以自行选择对手 赢者进入下一轮 输者淘汰 二位好自为之 来吧 吕阳 让我看看 你这八重天神 有几分实力 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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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神一计 雄精剑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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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嗯 嗯 怎么可能 这渊剑宗 可是有金属性的剑气了 杨哥的玄金剑铁 玄金剑气 乃是出自其先祖 金鸿神王 这小子 竟然是金鸿神王的后人 难怪有如此实力 在下 天剑宗落水寒 老魏天骄与我一战 我来 能让一个九重出息的天神 夺得天骄第一 看来天剑宗也没落了 天刀界的人 都只会耍嘴皮子吗 看这 神刀七绝斩 水火剑链 火之剑道和火之剑道 居然能融合成一世剑章 你什么时候学会火之剑道了 进入天剑宗以后 前辈们发现我还隐藏着火灵道体 便传了我天眼剑神的传承 后来 随着修行剑身 我就将之融合在一起了 怎么样 厉害 能将两种相克的真神剑术 融合在一起 这点连我都做不到 当初 在剑鱼大陆的时候 我就按下决心 今后一定要变强 不再成为你的负担 如今也算是有些成果了 顺涵 这女孩神魂强大 有拥有水火两种道体 说不定能继承我们的武学 再等等 此事关乎我等谋划万年的大计 她能否有实力继承我们的武学 还得看她之后的表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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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